帮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的财经议题 这篇文章在财经板块的第一篇 其实主要在写的是 全世界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一个悲观情绪的所在 经济衰退 可经济学人这一次有不同的论点 他称为现在谈论所谓的全球衰退 其实为死过早 我想大家都同意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悲观色彩真的非常的浓 你比如说Google公布的搜索次数 搜索经济衰退的频率 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 更不要说抖音上面有很多的 所谓的视频 在教导所谓的Z时代 怎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去做好该有的预算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经济学人认为 确实过去18个月 全世界各种所谓的负面因素 层出不穷 那这种有毒的组合 让现在大家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了悲观 那现在很多人最担心的是说 随着通货膨胀的不停攀升 19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到底会不会来临 那事实上经济学在这篇文章里面 特别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他安慰我们 现阶段确实已开发国家 看起来经济增长有所放慢 但是也没有到了完全停滞的机会 你事实上我们仔细去看 以个人家庭单位来说 其实现在所谓的超额除息 已经到达了三兆美元 这是历史以来的新高 那在企业的角度 我们看到缺工的情况 还有薪资增长的状况 其实也没有经济衰退想的这么差 那更重要的是 现在很多的国家 相对于相对贫穷的阶级人口 还是有不停的财政纾困 这对于这些相对贫穷的 比较属于贫穷的人口来说 还是辽胜于无是有帮助的 那更重要的是说 过去经济衰退里面 其实最大的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投资减少 可是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 看到很多的企业 在资本支出这一块 还是持续在往上走 所以经济学院确实在提醒我们 虽然现阶段 全世界确实非常的悲观 很多人也认为 经济衰退在所难免 那这种悲观的气氛呢 其实经济学院主要告诉我们 以他们追踪各种数据来看 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 或许在未来 真正的经济衰退出现之前 还是会有一些惊人的消息 能够出现 还是希望我们正向的乐观一对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经济学院的财经议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